通天能听到我的心声 是啊 通天领悟大道本源后 被红军察觉 红军会怎么做 可恶 这云霄手上的烧火棍竟然如此诡异 而且 这三姐妹的实力好像已超我等 如此下去 可不妙 而且不知通天会不会出手 先撤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们想的太好了吧 通天 你一个圣人对小辈出手 有点不合适吧 我不认为今天我有个过分之处 并且我从来都没有如此神经气爽过 我反而不看到了神声 从今以后 我通天 将不受夕够 马德 这通天 现在竟然如此硬气 这不是普贤 算了 能就一个算一个 一句分身而已 圣人的分身也不是你们一把的 看来他是想救普贤 找大雕没事吧 师父我没事 可惜普贤让他就走了 你等先下去疗伤吧 通天这次现在一点都不束缚自己 有点难办了 该死 好一个 双管齐下齐头并进 结果成了通天的一件双雕 你们四人经过刚才一战先行回去 如今已经抓到了 产叫十二金仙中的三位 还有人叫唯一的大弟子 更是由女娲圣人相助 赵大雕你觉得结叫 在亮节的胜算有几成 徒儿觉得这次顺利度过亮节 有八九成胜算 如今局势完全变了 未来恐怕是说不清了 嗯 说不清了 不过你认为此番亮节过后 洪荒的局面会是怎样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师父的结叫吗 难说哦 现在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如果说以前的历史走向的话 这次亮节过后 肯定是西方教佛门大兴 毕竟下一个就是西游亮节了 连本座圣人都不可能知道 亮节之后是何亮节 而且佛门就是西方教 难道多宝后面的叛变就是入了佛门 师父 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修炼了 慢着 本座还有一个问题 想看看你的想法 你说说如今本座和节教 所面临最大的敌人是谁 定是产教 西方教和人教呀 这还要说吗 亮节是谁不下的 是天道红军啊 身为天道 将下亮节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不允许洪荒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 其实自己以前也有过这怀疑 但是根本不敢想 节教万仙来朝隐约已经成为了洪荒第一大教 这次亮节就是奔着节教来的 简直不敢想象本座真正的敌人竟然是他 师父发什么呆呀 师父 本座既然能为众生截取一线生机 为何就不能给自己和节教 截取一线生机呢 为了节教本座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即便是与天道与人道本座定当为节教越过大山 截取一线生机 一切阻碍节教发展的事物 本座都要用手中长剑 为节教杀出一条血路 这就是本座创立节教的初心 这就是本座的道心 卧槽 师父在搞什么飞机 师父牛批啊 跟我扯独子也能够于大道产生共鸣 这么做虽然提升了自身的实力 但无疑会引起天道察觉 将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恭喜师父 领悟了大道本源 为师这次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啊 怎么师父领悟了大道本源 却还是停留在圣人大圆满 因为自己成圣 师将元神寄托于天道 达到不死不灭的效果 自从成为天道圣人的 那一天开始 我们的修为 就没有办法再突破到圣人之上了 当真怪灾 总感觉有个神秘力量在推着通天 走向了其他命轨迹 罢了罢了 领悟大道本源无事 只要其不影响洪荒局势的发展 任由通天去 这次当真也是要感谢赵大雕 若不是他连行本作 本作也没有办法明悟到心 引发大道共鸣 进而领悟大道本源 太上师兄啊 通天那斯当真过分 竟然将玄都被抓的消息 给放了出去 原始师弟 你的处境恐怕也不好过吧 你产交据雍尊 道行天尊 还有广城自卑活捉的消息 也是传遍了整个洪荒雅 太上师兄 此仇不报往为圣人 去找西方二圣再商量商量吧 听说结交云霄仙子 越级战选都大法师 无若下方 不可能吧 云霄仙子不是大罗金仙 中期的修为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相传云霄仙子手上 有了一件混沌质宝 不会吧 混沌质宝 多少元会没有出现在 洪荒大地了 都这么说 十有八九是真的 不然大罗金仙中期 在准圣后期面前 不就是一只蝼蚁 看来洪荒又要大乱了呀 无论如何 只要是宝物 都与我西方有任 暂且停住 太上老子 为原是天尊来我们这了 混沌质宝出世 难道是我这一人子 进阶圣人的机会来了吗 混沌之王 混沌之宝都将是我鸣合的 三清内斗 洪荒大乱 更是我阿修罗一族出世的好机会 节节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